为何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在非洲的名声比我国的清华北大还想 被称为中国版西点军校的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作为一所量产非洲将军的亚洲最大军事院校 其实广为流传的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并非其真身 真正在中非军事交流中将解放军的传统军事技能和过硬的军事素质及作风传授给非洲黑兄弟 并使得非洲大陆各国军事水准直接上一个台阶 甚至让他们众多毕业生后来都成为各国总统军队总司令的军校 是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简称石家庄部院 这一所学校要说和石家庄陆指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对 在我国不断的军事变革中 石家庄部院是在2004年由原石家庄陆军学院和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原式分院合并而来 但是很快在军改中于2017年再次分家 并各自经历新的合并 所以这一笔功劳算在谁的头上还真不好说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中国版西点军校 石家庄陆指扬明非洲或许并不准确 实际上自石家庄部院在2004年成立后就在名称上与石家庄陆指基本没有任何关系了 即合并进来的石家庄陆指原始分院 自然也就是石家庄部院的一部分了 另外石家庄陆指本身是一个一直存在的独立军事院校 之前是陆军参谋学院隶属总参直接管辖 是主要担负着我军连职以上干部培训庆修的军事院校 并没有招收过非洲等国及其他各国军事学院 真正干这事还是石家庄部院 不过其也在2017年和南昌陆军学院合并 成为全球的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在央视报道该校2018年举行的《翠火2018毕业演习》中 就能清晰的看到一名穿着解放军装备 坐在我军步战车中的黑叔叔 即便是众多该校非洲外籍学员中的一个代表 但能够让该校在非洲阳明并不是培养了几个军事学员那么简单 阳明非洲的中国军事院校究竟有多厉害 无论外界是否分得起石家庄部院和石家庄陆志 也无论那些早些年已经毕业的非洲军官 是否明白其毕业阵上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和如今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有何关联 但只要是能操着带有石家庄方言口音发号实力 在非洲各国军界那必然是不好惹的角色 毕竟这所学校曾为几十个国家培养了四千多名高级别的军事留学生 更重要的是这些军官曾在非洲的实战中展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打仗 非洲军队真正学会打仗竟然是中国教的 之前全靠信仰设计的非洲军队究竟是如何 一个个被解放军调教的有牧有牙 其实不光石家庄部院 国防大学和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也曾招收并培养过大量的外军学员 当然这些学员也大多来自非洲大陆各国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 这些被派遣过来的黑叔叔虽然也都是正规军 但原本的军事素养实在一般 所以那些曾在中国经过培训的上万名学员 在其军队中很容易做出成绩打出战功并获得升迁 其中就有六人成为总统 一百多人担任国防部长 三军总司令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 而且只要是学习解放军的 其军队战斗力也是异常强悍 这一点号称东非解放军的坦桑尼亚军队很有发言权 那坦桑尼亚军队究竟是如何一战成名 打响中国军校的金字招牌的 1978年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爆发战争 当时统治乌干达的是号称暴军的阿明 而他手底下的军队也以凶残著称 在占领区大肆屠杀平民 破坏基础设施和工业 虽然战术素养一般 但凭借着搞破坏的手段和凶残的特性 基本上是横扫同样战术素养一般的非洲其他国家军队 不过这一次阿明就碰到了硬茬子 当时领导塔桑尼亚独立不久的总统尼雷尔 从70年的开始就不断派出军官 前往中国学习 坦桑尼亚军队也从最初只会拿AK步枪胡乱吐吐 坦克开出去都能压死几方步兵的程度 逐步被调教成精通三三制 能够进行不坦协同作战的横下 并且学会了走群众路线 数周之内就动员了6万多兵力 一举攻入乌干达境内 将阿明的同志推翻 当时学习解放军的坦桑尼亚军队在非洲一战成名 中国军校在非洲出名之后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首先是非洲各国纷纷效仿 不断派军事学员前往中国学习 学习的乐校也不光光居拟于石家庄步院 也就是现在的陆军步兵学院 而是从国防大学到南京陆军指挥学院都有 甚至在南北苏丹第二次内战时出现了 北苏丹军官毕业于国防大学 南苏丹将领几乎全部从石家庄步院毕业的习官 两方之间的战争也变成了中国军校之间的对抗性达变 甚至传出来 后来南苏丹获胜 国防大学一气追下合并了石家庄录制的笑谈 不过这只是开玩笑 而且是混淆了石家庄步院和石家庄录制 不过不管怎么说 非洲许多国家的军队在学习解放军这件事上 简直到了风魔的地步 不光战术素摇要学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刻苦训练的军队作风也要学 甚至就连叶布夫快和范钱拉格的秘籍都被学了去 因此才前有坦桑尼亚后有卢旺达 不断复刻非洲解放军的现象出现 这也证明中国军校的培养是真相